强震摇望东京铁塔 瞭望台上的游客吓得惊声尖叫 电梯还都停止使用 而东京六本木 这栋商场摩天大楼 立正后电梯故障 后来观赏星际大战电影的200多名客人 被困在52楼 负责管理的三菱电机赶紧前来维修 日本搭地时间晚上十点半 终于修复电梯 让客人回到地面 这场意外让他们一等 又是两个小时 大家脸上看得出有点疲倦 另外横滨这座摩天轮 也因为地震停止运转 害大城的民众一阵虚惊 还有附近的地标大厦 也同样因为电梯故障 160余人困在近300公尺高楼 好在都已经排除 没有人因此受伤 一场从800多公里外海传来的地震 使得关东地区至少通胀 6000件电梯故障意外 维修公司及警消 疲于奔命 受惑民众结束高楼金魂祭 希望地牛也在翻身 记者无限昌报道